他就不會誤會你了 就確定啦 義大利人好不會做人 第二種是怎麼樣 第二種情況是陪你出席重要的場合 家人朋友聚會還有婚禮 這樣子你會好奇說 我們兩個算不算在一起 這個我有一個 但是這是我自己 我沒有想要跟他在一起啊 但是他帶我去他的朋友的場合 然後去結婚的場合 而且他結婚的場合其實有點怪 就是比如說他今天約我吃飯 然後他就說 那你今天可以穿漂亮一點嗎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今天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結婚 我想要就是請你跟我一起去 然後我說 我這樣一到其實不太好吧 他說沒有... 他們很喜歡你 所以你可以來這樣子 我說 他說我已經確定了 你不到的話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要約誰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你要來了 然後我想啊 好吧 那我就...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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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約了 然後一到的時候 桌上他就會寫說 比如說 小梁哥 然後還有比如說 每一個賓客的位置 誰坐在這一桌 然後我一坐下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跟小梁哥去好了 然後他就寫 小梁哥的女友 然後我一坐下來想 不... 我就看一看 他有沒有其他朋友 就只有帶我而已 那意思是我是他女朋友嗎 然後再幾次 他就帶我去見他的爸媽 也是那種 整桌都是親戚的那一種 然後就弄得好像過年 然後媳婦在見公婆 然後還要奉茶的那一種 然後他們就跟你聊 聊到最後 我就一直想說 這是... 這是男朋友嗎 還是... 但我也沒有想要跟他在一起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說 我們兩個是在一起嗎 然後他就說 對啊 我們兩個不是在一起嗎 我說 我們兩個什麼時候在一起 不算吧 他說你都陪我去 我朋友結婚的現場了 你要跟我爸媽 我們全家人吃飯了 你要我怎麼交代 我說那你不能硬把我推上去 你要先告訴我說 我們有沒有在一起 但是你都沒有講 但是你當我去見了這些人之後 你就告訴我說 我應該要跟你在一起 我會有點嚇到 我會有點受不了這件事情 不是,你應該要詢問我 我們兩個是不是在一起 而不是告知我 對 我們已經在一起了 你就說我們是在一起啊 我說 我們什麼時候在一起呢 就像我有遇過一個男生 他講話就是 比如說他會講說 我想要 接下來要帶你怎樣 就是有一些計畫 然後我就想說 你是不是把我當女朋友 那時候我也喜歡他 所以我就問他說 你現在是因為你把我當女朋友嗎 他說是啊 我說那你不行 你要很... 你要很直接的問我 可不可以當你女朋友 就是正式一點 然後他就說 哦,好 那你可不可以當我女朋友 我說好 可以 你知道嗎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的節奏 你接下來你要帶我去什麼 我才會很清楚 才會合理 可是我是女朋友啊 我比較不懂的是 為什麼男生會覺得 女孩子陪他出席 比如說結婚這種地方 或者是 邀他出席 結婚這種地方 就代表說已經 就是默認跟他在一起了 六位外國人 是不是在你們的國家 只要帶女... 帶女生的朋友參加婚禮 就代表說他是你女朋友 適的請舉圈 不是的請舉叉 對啊 應該是沒有 我覺得法比哦 我覺得他女生去婚禮是OK的 可是你剛剛說的 你有跟他的爸爸媽媽吃吃飯 這個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嗎 不是,像我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 邀請我一個 就是認識很久 很多年的一個男生的朋友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要去一個 就是女朋友的婚禮 但是他的婚禮 就是其他人我都不太熟 所以我怕很尷尬 然後我就 請我的那個好朋友跟我一起去 但是是男的 對,但是是男生 然後他就說 哦,好啊 然後他就打扮得很慎重 這樣跟我一起出席 那平常我們聯絡的次數 比如說一個禮拜一天好了 但是就是參加完那場婚禮以後 他變得天天打電話給我 然後約我出去吃飯看電影 就變得很勤快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他的主動跟他對我的攀談也不太一樣 就對話的內容 我就問他說 欸,你是怎樣 你拿跟進不對 為什麼最近找我找得這麼勤這樣子 然後他說 嗯... 我們不就是算是男女朋友了嗎 然後我就 蛤 什麼 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過 我們是男女朋友 然後他就說 那你 請我就是跟你一起去參加 你好朋友的婚禮 那不就代表說 你已經認定我了嗎 對啊 所以這個男生喜歡你很久了嗎 我從來不知道耶 但是 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陪我去 可是這個 是我我也會誤會耶 哪怕你帶我去社區主委的尾牙 我也會誤會耶 而且... 你們不會嗎 我覺得 女生說他不知道對方的心意都是騙人的 我完全不相信這件事 為什麼 他對你有沒有好感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因為 這樣就合理了 是你們共通的朋友就對了 然後我沒有其他的朋友 就是也認識他的 跟我一起去 所以我就約他一起過去 所以你約他的時候 你有跟他說 因為只有你跟我認識這個女生 對啊 因為大家都是好朋友 幹嘛需要就是講這種明白 可是女生這樣做 是不是會讓我們誤會 其實還是會啊 會 但我那個情況是 我們是真的前面就有曖昧的一些 簡訊啊 聯絡 我們從來沒有 對啊 你可能是找保險啦 就是找反而不熟的人去比較保險 你可能是這樣想啦 但我那個情況就是 因為我們前面就有一些曖昧嘛 然後有一天 而且我們時間也沒有很長 大概就是一兩個月這樣 然後有一天就說 欸 他朋友的婚禮 他要找一個男伴 那問我願不願意去 欸 可以啊 沒有問題 那我也去了 那去的時候 因為其實都是他的朋友 都是他的朋友 那他們就會問我說 欸 你旁邊這個女生是你的什麼人 那其實那個時候就很 順理成長講說 欸 我們正在就是交往中嘛 那女生就說 喔 沒有 就直接講說 喔 沒有 我沒有交往 可是那個點真的會讓人家很困惑 就是因為其實這個場合這件事情 婚禮 然後你找我去 我真的會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種認定的感覺 杜力 你打叉 你會隨便找一個你的女生去參加你朋友的婚禮 可以啊 我有帶很多我朋友 女生的朋友去參加婚禮 可是你要想對方是完全不認識你朋友的 那在婚禮的當中他要幹嘛 就是吃飯啊 陪我吃飯啊 吃東西啊 或認識別的男生啊 對啊 是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可以跟這個人啊 就是聊聊天啊 或是介紹你其他的朋友 或是就是一個陪伴啊 幫你把妹 也有 其實在國外的婚禮 有很多人會趁機認識別的人 對 就是比如說新郎的男生朋友 然後或新娘女生朋友 他們都是趁機去認識人的 對啊 有啊 有一次我被邀請去參加一個婚禮 我們到那邊 然後我們就介紹介紹 他跟我 偷偷跟我講 欸 子龍 你要假裝你是我的男朋友 他就是專門帶我去當他的男朋友 在那個婚禮 我到了才知道 這樣子是好事啊 這樣子是好事 這是好事耶 可是我有吃那個大餐是不是 可是有沒有可能 他故意這樣做的原因是 那個婚禮裡面 有他的前男友在 他故意找女去氣他 耶 我覺得有可能 也有可能喔